斩神与剑来 谁能成为今年的黑马国吗 又到了下半年群鹰会退的时期 各大平台将会推出优质的动漫内容 而乐场的斩神与剑来更是值得重点关注 说起斩神与剑来大家都耳熟门详 一句大夏境内神明尽形 让斩神原著小说迅速爆火出圈 再一句请朱军举剑斩那十四镜大妖 让剑来走进千万人心中引起无数共鸣 两本原著小说都拥有着超高人气 因此改编动漫也就引得万千期待 而这一天终于是等完了 剑来定档于8月15日周四正式播出 预约人数更是高达330多万人 由云图动漫承担制作 第一季总集数是26集 从已经放出的物料来看 剑来动漫的质量堪称上乘 例如预告中的女主宁瑶英姿萨爽 整个打戏动作行云流水 剑气与水墨画风相结合标新利益 刚柔并激的性格与气质 让人一眼就记住了这位女侠 陈平安与宁瑶的戏份算是动漫的一大探点 而且剑来动漫很还原小说 离珠洞天即将崩塌 各大势力前来抢夺机缘 小镇中暗潮汹涌 龙中雀的冥场面 大如风范的奇大圣人 懵懂无知的陈平安 所有重要人物都被具象化了 而且做到了细致还原 与原著的贴合度基本达到一致 能看得出制作方吃透了原著 是用匠心精神在打造这部重量级IP 有许多人戏称剑来动漫是暑假巨王 也有人说剑来是今年国漫最大的惊喜 期待直拉满了 个人断定剑来会成为今年的黑马国漫 咱们就坐等少年陈平安起于威莫吧 剑修们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了回归正题 说完剑来咱们聊聊展神这部后起之秀 展神动漫定当于7月31日周三正式播出 目前预约观看人数高达211万 由神漫文化承担制作 第一季总集数为15集 在此之前展神动漫已经进行了线下超前观影会 从不少大V的评价中不难看出 展神的质量和剧情是值得肯定的 总体大致评价是这样的 神秘精彩的世界观 人物形象和画风抓人眼球 打戏流畅特效绝佳 故事节奏和视频语言都是上场 尤其是音乐选曲有品味 基本都是根据当前故事情景精心打造的 而展神官方预告上也写道 我有16首主题曲怎么说 数气必看之类的 不难看出制作方式非常有实力且自信的 从大V的线下观影后给出的 爽感度拉满 值得一看 网文改3D动画中的高质量作品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好评 也可以看出主创团队在制作上的用心 那么展神动漫 或许真的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博曼热潮 成为今年的又一批飞马博曼 而我会送上原著尼克斯老妈的话 你做得很好孩子 那么兄弟们都看过展神了吗 对此你们有何评价吗 综上所述个人评价 这个下半年如果付出意外 展神与剑来都将是新的黑马作品 皆是质量上乘拥有着超高人气 两部作品的档期分别是周三与周四 其他热门动漫估计要压力倍增了 当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与期待总是件好事 不得不说下半年才是博曼的发力期 众多新作续作扎堆放出 还有各个平台的画饼节 可以说这场博曼盛宴是漫迷的狂欢 好了本期关于博曼的讨论就到这里了 你更喜欢展神还是剑来呢 欢迎大家到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